针对美国扩大在中东的军力部署准备与伊朗开战的传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否认白宫正考虑派遣多至12万美军对伊朗动武 但是不排除派遣大军的可能性 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伊则在同一天表示说 美国和伊朗都不想打仗 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则是呼吁说美伊双方要冷静 据悉纽约时报13号以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9号在白宫一场安全会议上提交针对伊朗的更新预案 如果一方袭击美军或加速研制核武器 美方可能在中东部署多至12万军人 对此特朗普在14号回应称 这是假新闻 我会那样做吗 当然会 但是我们还没有制定那样的计划 希望我们不会被迫那样做 如果做了我们会派比那多得多的部队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也在14号否认美方打算主动对伊朗开战 他表示美方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不过如果美国利益受到攻击 我们必将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 让人们极度担心两国会爆发一场战争 然而伊朗最高领袖的一段讲话 让局势有所缓和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4号表示 双方正较量抑制 伊方将继续抵抗 最终令美方退却 哈梅内伊也重申 伊朗不会与美国就2015年伊核协议进行谈判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15号也表示 伊朗将击败美国与以色列的联盟 他说伊朗做好了最高水平的国防军事准备 可以应对任何类型的威胁与过分要求 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4号 在俄罗斯索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接见了蓬佩奥 对于伊朗问题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 相关紧张局势仍在继续升级 蓬佩奥没有做出任何保证 另据英国《卫报》5月14号报道 一名英国高级将领表示 在伊拉克或叙利亚 来自伊朗所支持势力的威胁没有增加 这反驳了美国用来为其在该地区增兵所提出的理由 然而几个小时后 美国中央司令部否定了他的评估 并对这名参与美国领导的 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盟军高级军官进行了严厉指责 鉴于地区局势紧张加剧 德国新闻社15号报道称 德国将暂停参与伊拉克军事训练活动 同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 抨击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称这些政策不利于国际关系 他还补充说 欧洲没有人想要第二个伊拉克